弟兄姊妹平安 祝福各位今天有美好的一天 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 要赐下恩惠和荣耀 祂未尝不留下一样好处 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 今天我们要用信心来领受这句话语 祝福各位弟兄姊妹 使徒行传九章十到二十二节 当下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 名叫亚拿尼亚 主在异象中对他说 亚拿尼亚 他说 主我在这里 主对他说 起来往直接去 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树人 名叫扫罗 他正祷告 又看见了一个人 名叫亚拿尼亚 进来按手 在他身上 叫他能看见 亚拿尼亚回答说 主啊 我听见许多人说 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 多多苦害你的圣徒 并且 他在这里 又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 捆绑一切求告你名 的人 主对亚拿尼亚说 你只管去 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 要在外邦人和君王 并以色列人面前 宣扬我的名 我也要指示他 为我的名 必须受许多的苦难 亚拿尼亚就去了 进入那家 把手按在扫罗身上 说 兄弟扫罗 在你来的路上 向你显现的主 就是耶稣 打发我来 叫你能看见 又被圣灵充满 扫罗的眼睛上 好像有灵 立刻掉下来 他就能看见 于是 起来受了喜 吃过饭 就健壮了 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 同住了些日子 就在各会堂里 宣传耶稣 说他是神的儿子 凡听见的人都惊奇 说 在耶路撒冷藏害 求告这名的 不是这人吗 并且他到这里来 特要捆绑他们 带到祭司长那里 但扫罗越发有能力 跛倒住大马士革的犹太人 证明耶稣是基督 好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现在来看6月25号的QT 经文是使徒行传9章10到22节 这段经文首先让我们看到一个主旨是 先敬畏顺服神 才能按着神的心意去服事人 这段讲到主呼召在大马士革的一个门徒 这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 这篇经文里面并没有说明他有什么样特别的职份 很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门徒 主要找他去找正在祷告的扫罗 扫罗在祷告的意象中 也看到这个亚拿尼亚进来为他按手 让他能看见 亚拿尼亚对于主的呼召 他有一些疑问 因为他听过扫罗这个人 他知道扫罗是在耶路撒冷 他专门在那边逼迫圣徒的 而且他这一次来到大马士革是有目的的 他就是要来到大马士革的会堂 来收补信耶稣的人 所以他觉得很有疑问 为什么主要他去为这个人来按手 但主告诉亚拿尼亚说叫他只管去 他说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 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 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 必须要受许多的苦难 所以对这个门徒亚拿尼亚来说 一方面他有的对扫罗一个既定的印象 也就是扫罗是一个一直在逼迫门徒的人 可是另外一方面 他又在意象中领受了从主而来的一个明确的呼召 要他去为扫罗按手 扫罗是主所拣选的一个器皿 这对这个门徒亚拿尼亚来说 这是一个顺服的考验 亚拿尼亚要能够顺服信靠神的话语 而不是去依赖自己既定的一种想法 所以今天的QT就让我们看到 服事神常常是要去对付我们自己的生命的 有时候主就是要我们去服事一些 我们自己按着我们本来的意愿 我们是不愿意去服事的人 就像对门徒亚拿尼亚 他所面对的状况是一样的 按着他自己的想法 他为什么要去服事一个在迫害门徒的人 而且是要去为他祷告 还要让这个人能够看见 但是我们看到亚拿尼亚他愿意放下自己的想法 他信靠主的带领 他顺服着去服事扫罗 他也成为门徒的榜样 对我们来说 当神把那个需要让我们看见 即便有可能和我们自己原本的想法 跟我们自己原来的安排 甚至和自己内心所想的 有所冲突的时候 我们要学习着像亚拿尼亚一样 顺服愿意放下 按着神他给我们的指示 按着神的优先次序来做 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顺服神的一个服事 会带来多么意想不到的一个果效 你看就像亚拿尼亚 他这次服事了扫罗 他之后会发现 哇扫罗真的是神所重用的一个器皿 在各地去传福音建立教会 我想他将来会对他当初顺服神的服事 会献上感恩 他自己可以在神的计划当中有份 同样的我们也要相信 自己因着顺服神所做的服事 他所带来的果效 会超过我们自己的所求所想 我们可以为此大大的向神来献上感恩 我们就是要带着这样的心智 来操练顺服神的功课 这是以上的分享 好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继续来看到这段经文 在这段经文当中 我们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主旨是 信耶稣就是愿意降杯 门徒彼此的接纳 这一段接下来就看到 亚拿尼亚就顺服主给他的意象中的指示 他就去找到扫罗 按手在他身上 告诉扫罗说 他是主耶稣所拆来的 要叫他能够看见 又被圣灵充满 然后扫罗的眼睛好像就有灵片 立刻掉下来 他就能够看见 扫罗就起来受洗 然后吃饭恢复气力 这里看到主在扫罗祷告的时候 就给他扫罗一个意象 我想那时候扫罗应该是心里面已经相信了耶稣 在意象当中 主要派亚拿尼亚来为他按手 使他看见 这里这段经文事实上就引发了一个问题 主为什么不直接让扫罗看见 而是要让一个门徒来为他按手呢 我想对扫罗来说 他以前是迫害门徒的 对于他以前来说 他是自认是高高在上的 那些信耶稣的人都是有问题的 他自认他是高人一等 可是他现在却要接受门徒的服事 那事实上正是代表着一个悔改 降悲的态度 他也承认自己也是主的门徒 门徒也接纳他 我们看到保罗他完全顺服主的安排 然后在受洗之后 也和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 也就是他也成为了门徒的一份子 接下来他就开始在大马士革的各会堂 传讲耶稣是神的儿子 让大家都非常惊讶他的改变 而扫罗对旧约圣经的熟悉 让他在传福音上更有能力 他可以引用旧约 可以去博导犹太人 证明耶稣是基督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当扫罗相信耶稣之后 他所产生的第一个转变 就是一种愿意降悲的态度 他接受自己原先轻看的门徒来服事他 当他愿意顺服主的安排 他就真正的成为门徒的一份子 彼此的接纳 也因着被门徒所接纳 他也才能放胆的开始他 传福音的服事生涯 用神给他的恩赐 强有力的证明耶稣是基督 这对我们的提醒是什么 信耶稣就是一个自我降悲的过程 我们要把我们信主之前 对人一些不符合真理的看法 一些高举自己的一些看法 在真理的光中 因着顺服主而拆除 主所爱的也是我们所爱的 门徒若没有办法彼此的相爱 彼此的接纳 是没有办法让人认出 我们是主的门徒的 我们不是只有按着神的心意去服事人 当别的门徒也按着神的心意来服事我们的时候 我们也要能够欢喜接受 向神献上感恩 在彼此相爱接纳的服事当中 我们才会知道自己不是孤单的 神借借着基督肢体的彼此相爱 和彼此之间的接纳 让我们可以对神的爱 有一个更深的确据 我们的服事才会越服事越有力量 我们一起来为今天的经文做一个祷告 恩典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今天借着这段经文 让我们看到 有时候我们在服事神 也许会让我们感到很困惑 就像亚拿尼亚一样 但是我们要能够愿意去聆听主的旨意 放下我们自己的想法 愿意去顺服 来顺服主的旨意去服事 当我们这样去服事的时候 我们也要相信 那个服事所带来的果效 往往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 我们也看到 当门徒信耶稣之后 我们第一个改变 就是愿意降悲 我们愿意拿掉我们以前 对人一些不符合真理的看法 我们愿意跟我们门徒之间 彼此的相爱 彼此的接纳 只有借着门徒彼此的相爱 彼此的接纳 我们的服事才能得到一个支撑 我们对神的爱才能更有确据 我们的服事才能越服事 越有果效 愿每一个门徒 我们都是带着这样的心智 彼此接纳 彼此相爱 我们这样子仰望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恩典的名求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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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